同学们,大家好 这一节课,我们来学习空间的布局 教训目的 一,了解空间布局是什么一回事 二,知道空间布局的两个属性 当然,这两个属性呢 是我们CCUP空间中 基本上,大多数的空间都拥有这两个属性 等一下我们就会知道这两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属性 三,学习掌握如何进行空间布局 这里的空间布局,有属性的空间布局 也有程序的空间布局 还有工具栏中的空间布局 这节课,比较轻松 所以,大家学习起来比较容易 下面,我们来讲新课 首先,我们来谈一下空间的布局 当窗体大小发生变化的时候,本来排列整齐的空间 可能发生这种杂乱无章的现象 那么,CCUP为我们提供了两种布局的方法 第一种就是锚定 第二种呢,就是停靠 下面呢,我们通过实际的例子来讲解锚定和停靠 我们打开这个可思化编程的界面 我们来找一个文本框空间 将其拖弄到这里来 在这里呢,我们为了更好的理解啊 这个锚定的操作 我们把这个文本框呢 这个属性这个位置啊 设置为多行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就是能跨越多行这个属性 好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调整啊 这个文本框的位置 好 假如啊 我们要做这样一个程序的话 在这上面啊 输入字符 下面做一个按钮 但是这里我没有做按钮啊 我们只是举个例子 那么 做这个啊 看起来比较美观 好 现在我们来运行一下程序 坎确件加F5件 这个程序啊 已经做好了 在这里 我们看起来呢 比较美观啊 这个文本框的位置呢 跟这个窗帖的位置 看起来比较协调 现在我们改变一下窗帖的大小 我们在啊 下面拖动也可以啊 这样改变也可以 大家发现 此时这个文本框的位置啊 跟这个窗帖呢 看起来 不太协调了啊 不协调了 最大化 它始终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 看起来不协调 那么 这个是呢 我们的窗帖 这个布局呢 空间的布局 就已经出台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窗帖 我们选中这个啊 文本框 我们来看一下窗帖啊 窗帖的英语诞词是 安康啊 大家看到安康 下面有它的说明啊 其实这个窗帖很简单 我们这样来看一下啊 点击啊 这个乡下的镜头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窗帖呢 它窗帖呢 是 也就是最上面的啊 和左边的啊 那么右边的没有窗帖 那么我们把右边窗帖 看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 右边 好 我们砍确件加F5件运行程序 现在我们拖动窗帖 看一下啊 右边窗帖也好 以后呢 它这个文本框啊 随着窗帖啊 右边大小的改变啊 它也改变啊 但是呢 下面没被锚定了 那么下面就不能够被啊 改变 那么它只改变右边 是不是 看到没有 啊 关闭 这个时候 把下面也锚定一下 好 我们来运行程序 砍确件加F5件 哎 现在我们拖动窗 你看一下 哎 大家发现这个文本框呢 哎 会跟着这个仓体的啊 变大而变大 那么缩小是不是也缩小了呢 哎 缩小而缩小 大家看到这个例子啊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布局方法啊 锚定的布局方法 下面我们来讲第二个布局方法 停靠 同样以文本框啊 这个程序为例 刚才锚定我们已经做好了 现在我们来做停靠 停靠呢 我们找一个按钮 这个停靠啊 我们来看一下 在哪里啊 Dark 一滴开头 在这里啊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默认着啊 是没有的意思 那么这个停靠呢 可以 中间上面啊 左边右边下面啊 我们很多停靠呢啊 使用到的是啊 上面或者是下面 这里呢 我去用到下面啊 当我点击下面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这个按钮 一直停靠在了啊 这个窗体的最下边啊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程序 坎确件加F5件 当我们啊 拖动窗体的时候啊 使它变大小的时候啊 我们发现这个按钮 始终啊 在这个窗体的最下面 那么拖动以后呢 这个按钮啊 大小 随着这个窗体的大小的改变 而改变 好 下面我们呢 再来看一下 这个停靠的其他啊 左边啊 那么就这个按钮呢 就靠着这个窗体的左边 右边呢 这个就靠着窗体的右边 上面呢 就靠在啊 这个窗体的上面 这个锅定和停靠啊 这两个啊 啊 空间的布局呢 在很大程度上啊 简化了我们 这个编程啊 过去在VB啊 6.0啊 也就是在VTU6.0的时候呢 在设计这个锅定和这个停靠的时候呢 还有很多的代码啊 才能够实现 在这里呢 我们直接在属性窗口啊 改变就可以了 好 趁着这个时候啊 我们再讲一下 在这个VTU6.0里面 2010里面啊 这里有一些 大家看到没有啊 下面这一排 有很多工具 这个呢 这些工具呢 也是啊 在窗体啊 布局里面啊 特别是我们拖动空间里面啊 改变这个空间位置的啊 一些布局工具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些布布局工具啊 具一些事例啊 剩下的同学们可以自己做实验 好 我把它删除掉啊 我在这里 放几个按钮 好 我们来举例说明啊 我们当选定啊 这三个按钮的时候啊 选定好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啊 第一个啊 左对齐 大家发现 所有的按钮啊 跟这个 在空心的这个方阔的啊 这个选定的这个啊 跟它对齐了啊 当然 我们也可以选定啊 中间的为空心的啊 那么假如说中间为空心的呢 它就要跟中间的啊 这个对齐 我们来举个例子看一下啊 选定 左对齐 我们跟中间的这个按钮 左对齐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居中啊 这个呢 就不讲 第三个呢 右对齐 那么顶端对齐呢 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来看一下啊 当这几个按钮啊 是处于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选定啊 我们选定这个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 举个例子 所有的按钮啊 跟这个有空心 这个符号的啊 空心的这个符号的 那么进行了顶端的对齐 下面这些呢 我都不讲 还有些这些增加水平距离啊 以及啊 增加垂直距离 大家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自己做实验啊 这个不是很复杂啊 比较简单 所以呢 为了节省时间呢 我们不讲 下面我们继续来讲 这个布局的操作 布局呢 也可以通过程序啊 进行设置 我们来下面举一个例子 首先呢 我把啊 删除掉一个 删除了一个 好 首先我把这个 霸台一啊 要设置为这个 大可类型 大可类型 要设置为啊 处于这个底端啊 霸台二呢 也要设置大可类型 也要设置为底端 好 那么我们如何决定啊 哪一个处于底端呢 我们有个是我们想啊 点击一下 霸台二啊 霸台二啊 处于底端 点击一下霸台一 霸台一处于底端啊 处于最底层啊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设置 这个呢 在以后的编程中啊 比较重要啊 特别是做那个下腊啊 下腊式的这个 窗体的时候呢 这个呢 也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在啊 QQ程序的制作中啊 QQ程序的制作中 我们会使用到这里 这个方法 这种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霸台一 双击啊 如果要使霸台一啊 最底端的话呢 啊 出于更底端的话呢 我们要使用到 这样的一种方法 啊 Set to bank 也就是使霸台一处于最底端 好 我们继续回到设计页面 往后点击霸台二 如果要使霸台二处于 最点 最底端的话呢 哎 我们要把这个啊 用Set to bank 来实现 好 我们回到设计界界面 我们来运行一下程序 看一下效果是怎么样的 感觉见加F5件 当我们点击啊 霸台二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啊 霸台二 进入了最底层 当我们点击霸台一的时候啊 霸台一又进入了啊 这个窗帖的最底层 好 关闻 大家要注意好啊 这种方法 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啊 一定会觉得很轻松 那么下一节课呢 哎 我们就做比这个 复杂的多的啊 这个我们平时 聊天上网的啊 扣扣程序的啊 界面 同学们 再见 我们下头的 这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